我們公司很公平的 公司找到錢 公司自然會加你薪金的 放心 300元 做了幾年都不加薪金 現在只是加300元 老闆 加了300元 好像不是很合理 你的薪金一萬加300元 已經是3%了 你的薪金十萬就加3000元 就是這樣 你輕人就很符合 知道嗎 加你少少薪金 再加你多多的工作量 到最後你會發現 Work hard Hurt harder 公司主張Work-Life-Balance 不會要求同事OT Yvonne 急要的嗎 明天9點錢包袋給你 好嗎 謝謝 臨下班一分鐘才給我做 就是要OT 打一九小時就走了 拜拜 話說是Work-Life-Balance 其實是想你回家繼續OT 簡直是一個Low-Life-Challenge 在這個Position 有很多接觸人和事的機會 對新人來說是學到很多東西的 我看好你 進來 出來做事 最重要是懂得獨立處事 懂得堅持都很重要 處變不驚 你就成功 好 老闆說給你機會學習 其實只是想你做完所有事 最後 恭喜你成功學會做了她的阿四 一定可以晉升我們這裡 三年我們就升Manager 完全不是問題 還有一年 升到Synia 挺厲害 不過把文件都弄好 謝謝 謝謝 誰是誰 過來幫我處理你一點點東西 喂 幫我搞定她 順便幫我買杯咖啡 你要記住 你上面做了一班老屎佛 升職不代表你上位 只要給你一個好聽點的名字 讓你自騙 就算我現在是個經理 都還是食物點的最低層 我們公司雖然小 但夠了自由 同時有意見 不怕說 過十年公司搞的聖誕聯歡 去酒樓吃飯都有聲有聲 不過我也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來來來 去旅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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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闆 整班同事商量過 想好玩點 對了老闆 連年都去酒樓吃飯 老闆英明 好 整班同事商量過 想好玩點 就連年都去酒樓吃飯 去旅行 明星 散會 是啊 意見不怕說 說完不聽 你吹得去醬嗎 雖然 老闆在建公當時 說過很多謊 但有一句 他真的沒有騙你的 公司以後就靠你了 我們去懂 在那裡 我們都是 然後 我們到 旅行 走